作曲 李宗盛 第二像指標題是以地方教會為本的傳福音策略 作者是前香港公運政區馮偉文 他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之間 任職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主任 80年代擔任普世教會協會宣教幹事 他亦是一位資深的神學工作者 努力地促進向貧窮人傳福音 倡議罪人與被罪者 強調傳福音不應該只是勸面罪人灰改 還要宣告罪人從結構性的罪惡當中得到釋放 他的著作頗多包括了那特別的一個 給自強的信 假如耶穌在 全福音的在世 又名死者罪人被罪者 已成災甘命 還有幾本英文著作 這本書的原著英文版出版在一九九二年 中文版卻足足要二十三年之後才能夠免稅 可以說是對以地方教會為本的全福音策略反思衰時的作品 以塞亞異象這本書的書名 來自《舊約聖經》以塞亞書一章一節 乃是直譯以塞亞書書卷開始的兩個希伯來文而來 其中以塞亞的異象剛剛好就是全本書的縮影 整卷以塞亞異象就好像先知所見一幕一幕的景象 鋪陳以色列人如何對神不忠對人不義 在天地見證之下的種種惡行 最後他們滅覺收場 這個正正是先知書中後半部以色列人在巴比倫的景況 但是先知的信息何嘗不是對現今上帝子民的當頭棒學 我們對神忠心專一倚靠祂 或是掌握著權力、金錢、物質、政治勢力 以至於被種種的偶像引誘我們偏離上主 我們在自己生活得到滿足之後 對周圍社會迫公義和欺壓的情況 是否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聖言 關懷約勢社群是聖經其中一個最重要的主題 由五經律法要求以色列人 照顧孤兒寡婦和寄居者 到列王記對權貴的審判 以至於先知書當中 不同的先知長篇積累下來的神諭 目的就是要求上帝子民行公義、好憐憫、心存、牽順 行上主喜悅的道路 奉偉文的以色亞意象書裡面的信息 對現今香港以至於普世華人信徒的處境非常識切 作者很巧妙地選取了以色亞書65章20-21節的經文 將以上要求落實到具體的生活處境 成為一個理想社會的遠景 聖經的要求是這麼清楚和一致 屬於無可推諱的本份 貧富懸殊徹底分化了整個社會 我們實在沒有藉口回避這個逆逆言進的問題 二十幾年了 由馮先生他按照聖經提出了議程 不但是沒有過時 反而是越來越迫切 信徒必須反覆地去思想 書裡面所提的以色亞意象 遵從聖經教誨 每個人既然是罪人 亦都是罪惡權世下的被罪者 所以傳揚福音的時候 就不能單單宣講一套抽盡的教條 而必須指出福音信息 如何改變他們的生活困境 找出根正造就這個僵局的制度性問題 這個才是真正的福音 基督教整傳的信仰 一定要個人和社會兼顧 殉途的牧羊也都需要兩者俱全 真正屬神的教會 更加不能故此失彼 造成偏廢 馮偉文多年前倡議以賽亞議程 提出了一個可行的模式 相信對地方教會寫關牧羊的幫助 是非常之巨大 這本書不容忽視 不容忽視 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 品證 ドン 感谢观看